那剛剛公主委有特別提到 我們在台灣有一個社創大使 那也是我們台灣的社創推動的重要的推手 所以掌聲呢 馬上來歡迎到就是我們唐鳳副長 也上台為我們說幾句話 歡迎您 回來這裡感覺真的非常熟悉 非常高興 真的Cheer up 這個心情變得很好 因為之前這邊就是我的辦公室 我想這次就是建議宿兵 就是跟宜蘭這樣子來辦我們第一次 就是從台北走出台北到其他五都 然後現在到了宜蘭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適合 我自己去宜蘭 不管是清聚點的線上的支持 或者是實際去那邊親自巡迴等等 去過很多次 那就如同龔明星老師剛才說的 其實跟國際的連結 在地的這種glocalization 越在地越國際的這樣子的活力 我覺得宜蘭是非常非常適合 因為我現在新的辦公室 顏品那個辦公室就在移民署的隔壁 所以那個時候在宜蘭 大家提出很多期許 好比像說金卡我們跟國發會合作 是不是要有一個數位的領域 或者是說很多來台的這些外國人 他生活上有些不方便 雖然移民署有些專線電話 但是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數位的方式 把他們的這種公益的使命跟在地的NGO 以及社創團隊連結在一起等等 當時大家都有非常多的期許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跟我們的隔壁鄰居 跟移民署好好地來談 然後也跟國發會合作 來推動我們這方面的工作 那今天來的是數位部裡面 大家可能之前比較沒有聽過的 叫做多元創新司 多元司 多元司其實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在開放政府的資料 以及MyData 就是線上申辦一些相關的這些 可以比較容易申辦 但其實多元創新司就是我們在整個社創所有的部會裡面 又多一個部會 去用數據的方式去連結全球 特別是在SPGS的推動上面 大家在永續發展目標上面 需要用很多的數據來證明說 那我這樣子做不管是減碳還是社會 還怎麼樣子的服務 它是可以證明給全世界的影響力 投資者看說你投了錢下來 真的是有這樣子的公益的目標 所以賠利這樣子的數據的能力 然後讓所有的公益組織能夠引進全世界的人才 跟全世界的資源 這個就是我們多元創新司 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所以希望大家在接下來在宜蘭這邊 會看到非常多國際上面 願意來一起達成這些永續發展目標的好朋友 來讓我們就Chair up 大家一起來交新的朋友 謝謝 非常謝謝唐鳳部長 謝謝 那就像部長剛剛說的 我們越在地越國際 那這次我們要變得很國際的 就是我們的宜蘭縣了